Hello 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阿阳 欢迎收看我的世界之阿阳虚无战第五十集 哟 凋零骷髅 这个也是个好久没见的老朋友了 不过啊 鉴于你要给我上凋零buff 那我就不和你聊天虚旧了 咦 这里竟然就是一条死路了 还挺高的 算了 不做死了 还是老实点先去找地狱游才对 啊 又是死路 那还是我第一次在地狱药塞里面碰了那么多笔 那有什么办法 本来就不存在什么一帆风顺的事啊 不是啊 我天天就在朋友圈里面转发警笔 不然你以为我这些OT哪里来的 还不是靠自己求生拜佛 老天才会眷顾我呀 哦 我说呢 怪不得你今天想要杀没杀 我昨天刚转发了一把鱼叉 说只要转发了这把鱼叉 就能插死别人的鲸鱼 我说呢 原来信你搞的鬼 不行 那我今天要再多转发几条 到时候再去水族馆里面卖几条活的回家 我就不信你那把叉子那么厉害 意思是还跟我刚上了是吧 好 那下次再转发什么鱼网鱼干 然后再来个什么大鲨鱼 把你那些鲸鱼一网打尽 我看到底是你厉害还是我厉害 你这也腿狠了点吧 你能不能给我留点面子啊 哼 知道了算了吧 哎呀 你看 这里可以偷到外面 哼 竟然聚集了那么多怪 还有几只凋零术士 刚好我们可以把这里当作掩体打靶子玩 把我的意大利炮拿出来 砰 哎 果然只要拉远了距离 这些凋零术士什么的呀 就是个傻子 站在原地让我们打 可是这个月光的攻速实在太慢了点 先将就着用呗 我听小伙伴们说啊 虚无世界里面还有很多非常好用的枪 等哪些运气爆棚啊 再多爆两把就可以了 哦 对了 你可别在这插死我的锦鱼了啊 到时候我一把枪都没了 行行行 我踢到了 那个走路带火的怪也不能放过它 砰 一炮就死 我这个意大利炮还挺厉害的 人家明明叫月光 你又下起名 谁说的 我这是向李云龙团长致敬 哎哎哎哎 怎么着火了 背后有个僵尸牛人偷袭你 这火力还真够猛的呀 还好跑得快 在哪呢 我怎么没有看到它 当然是被我解决了呀 要不是我救你 你都不知道死了多少回了 那我不是也救了你好多回吗 互帮互助应该的 好了 还是继续去找地狱游吧 这逛了一大圈都没有找到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地狱要塞里面真的没有 就剩这里还没找吧 只能把这岩浆堵上去看看了 得小心一点 要不然待会又试图在岩浆里面游泳 那可就不好玩了 干脆把上面凿开吧 不对啊亚 上面好像也是死路 真的吗 不会吧 我上来看看 我去还真是 这就麻烦了 一定要关注转发哦